在以前国产车有像是 Putra 还是Satria GTI 这样的性能车款 后来因为原厂策略的改变 还有市场的转变 所以这些性能车款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个是不是代表以后就不会有国产性能车了 其实未必哦 因为在 2019 年 Proton Iris 小改款发布的时候 有不少眼尖的人发现这个 Proton Iris 的 Logo 它的 R 变成了红色 这个 Proton 首席设计师 Azran Oman 就表示 这个 R 代表的其实是性能的意思 它也暗示了这个 Iris 会有性能版 究竟这个 Iris 性能版最终会不会出现呢?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 Proton Iris 的背景 这款车可以被看作是 2010 年 Proton 在日内瓦车展展出的 Proton Amaz 概念车的量产版 其实这款车从一开始的开发 到最后量产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 首先是一开始 Proton 和 Mitsubishi 达成协议 会采用 Mitsubishi 新的小型车平台来开发这款车 再之后又和 Nissan 达成量解备忘录 会使用 Nissan 的平台打造这款车 到最后还是 Proton 自己来开发啦 这款车采用了 Proton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打造 根据 Proton 当时的首席工程师 Rashid Musa 表示 这款车可以兼容混合动力系统 甚至是纯电的动力配置 只是到最后呢 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现 我个人觉得 Proton 在 Iris 的款车上面 花费最多的心思 其实就是在它的底盘 这款车的操控表现 虽然不是同级最强 但是也可以说是在 B-Segment 先备车里面 顶尖的机款的 而且 Proton 一开始还计划让 Iris 代替 Satia Neo 在欧洲和澳洲市场上市 只是后来因为 Proton 被吉利收购了 所以不了了之 不过呢 因为这款车的本质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 Proton 也没有打算放弃这款车 Proton 的 R3 车队 就以这款车打造了他们车队的专属赛车 去参加这个雪棒1000公里耐力赛 获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另外海外还有一些车队 特别来马来西亚 导入了 Proton Iris 到那边去进行改装 然后参加这个 R5 耐力赛的赛事 同样也获得了非常非常出色的成绩 所以只要 Proton 有新 Iris 要打造性能版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最近根据这个路边设得到的消息 Proton 会针对旗下的车款再进行更新 而这个 Proton Iris 会迎来再一次的小改款 可是这次的小改款会改变什么 我相信除了 Proton 以外 暂时还没有人知道啦 但是因为经过频繁的更新 相信消费者最希望的还是这个 引擎可以出现改变 至于这个引擎最有可能更换什么引擎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 1.4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一具1.4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呢 其实是极力为了一些比较入门的车款开发的 所以它没有太多先进的技术 例如说它只有 VVT 啦 然后没有缸内支喷技术 采用的只是多点喷射而已 但是呢它采用了这个 Timing Chain 的设计 所以呢在一段时间的使用过后 你可以节省不少更换这个 Timing Belt 的成本 再来呢就是这一具引擎的这个输出也不会太差啦 它的最大马力是 141 PS 峰值扭力 235 Nm 这个数据已经基本超越了 Proton 之前自己的 Cam Pro Turbo 引擎 而且在中国呢 这个引擎现在搭配的是六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1.4 Turbo 加上双离合器变速箱 是不是很有 Volkswagen 的感觉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已经比 Proton 自己的 Cam Pro Turbo 还要强 加上搭载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动力的响应更快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怀疑这具引擎 可以带给 Proton 的车款更好的性能表现 加上之前 Proton 已经有一些迹象 在本地测试了这具引擎的耐用性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 Proton 的车款采用这个 1.4 涡轮增压引擎的可能性非常高 而且我个人也非常看好这具引擎可以完全期待 Cam Pro Engine 的地位 不过呢 以上的种种都是我们的预测啦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啊 自从极力收购了 Proton 之后 Proton 在开发车款或者是升级车款的速度上面快了很多 尤其是像之前的一些缺点像是引擎啊 还有这个 CVT 变速箱上面的缺点 未来都有机会获得解决 只是我们还是相当希望啦 未来 Proton 可以快一点更换这个 Cam Pro Engine 还有这个 Punch CVT 因为在目前的 Proton 车款上面啊 这两个东西基本上都算是他们的软肋啦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以上的消息呢 都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所以 Proton 究竟会不会为这个 Iris 再一次推出这个小改款车型 或者是推出性能版呢 我们只可以说的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等到官方的公布 其实以上的猜测也不是空穴来风啦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 Proton 在本地测试新的 1.4 涡轮增压引擎啦 还有这个总设计师 Azzan Orman 有说过这个红色的 R 代表性能版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排除 Proton 有兴趣啦 回到这个性能车的领域 只是这款车卖多少钱能不能吸引到消费者又是一个疑问 如果今天 Proton 真的推出了 Iris 1.4 涡轮增压的版本 你会不会买这款车呢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应该会很好玩啦 只是呢 你会不会给它一次机会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多多留言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Bye Bye 行 Ioan 去我安读吗 啊 我还是aval 我 oug